请各位注意一下,我们会需要,第一个,MySQL在哪里 它是一个制服器的懒人包,而且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是觉得赛心好人真的很多 网路上真的很多人都帮你已经想好了 而且都帮你全部规划好 你只要按几个按钮,其实它就walk了 那我只是把它们,该按哪些按钮告诉你 你不要做错,你的制服器,你的MySQL run起来了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按右键下载 它叫SAMP563这个,把它下载下来 它大概有139Mai,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server 这个server它可以做什么用途呢 它可以架web,架网站,它可以架动态网站,php 它还可以架设MySQL,OK,等于是它不只是MySQL 然后我们只是用它的一个MySQL功能而已 那因为它的管理界面 不像那个SS有Windows,就是它有 那它的那个管理界面比较麻烦是要必须在网页上面执行 所以你不论是新增资料库,新增资料表,新增栏位 这些动作都必须在网页上完成,OK,所以也必须配合php 好,第一个,第二个它的驱动程式在这里 有没有,MySQL,Connect,ODBC,那这边有32位元跟64位元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电脑比较新,已经用到64位元了,OK 所以基本上你就去把这个64给下载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安装起来,其实安装方法应该大家都会 点两下下一步下一步就好了,OK 那另外的话呢,32位元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如果你将来要公司或者自己电脑要run的话 可能应该32位元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OK 所以这个地方,那如果说你64、32位元你不知道哪一个的话 没关系,两个都装,两个都装的话,那一定run得起来 因为不就是64,不就是32吗 因为之前我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怎么样 这什么,多个,哦,允许 像之前我在这边电脑第一次教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直觉是差不多32,很少用64位元的,Excel 这个是Excel的版本 后来我就装了32之后,发现奇怪怎么run不起来 卡住那一行,就是那个provide那一行 后来呢,我就把它64灌起来,就run得起来了 那我就知道原来64,后来裹不起来 我就看了一下版本,真的是64 所以其实不就是两种,不会有第三种 OK,所以基本上呢,请你把64这个版本给装起来 那装的方式,当然就点点它两个执行 然后就下一步,Accept,下一步 然后就下一步吧,Install 那这个版本是5.2,应该网路上还可以 不过不乱新旧,反正可以连线就好了 基本上,因为你们可以再找找看,如果更新的话 如果一般使用,这个应该OK 我是抓5.2.7的版本 好,那它这个地方装完之后finish 那你可以在哪边可以找到 我刚刚讲过,控制台里面 系统管理工具,ODBC 在驱动程式里面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它这边就有两个,一个是这个MSI的 跟一个unicode的版本 不过你会发现它的公司就变olocal了 这是2014年的驱动,这两个OK 好,那我已经先把它先灌起来 第二个呢,刚刚已经把伺服器下载了 这个叫SAMP,特别注意 这个SAMP,可能你们要把它解压说出来 我是建议你解压说自此 就是解出来之后,那请特别注意 有几个重点,第一个 这个SAMP的资料夹,请把它放在根目录底下 可能C碟或D碟底下,我希望放D碟 不要再有其他目录了,就SAMP 第一冒号的SAMP,底下的东西找得到 这样,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目录里面 不要有中国名称 因为有些软体,国外的软体 它不支援多国语系 所以有的时候,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就会弄不起来 OK,所以大概注意一下这两点 如果这两点应该都注意到的话 我想弄后面东西应该就会一帆风顺 所以只要不要有这些问题的话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自己run是都没有问题 不过同学一run好像什么问题都有 有些我也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都出现 所以其实就是一些动作吧 我不知道 我也是针对同学可能发生了问题 跟你们讲一下 另外还有这SAMP好像放在随身碟 也有可能有发生问题 有人就把它放在随身碟安装 那当然也有发生问题的状况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 那我把这些解出来 OK,有没有根目录 因为还没解完 所以等一下可以把这个剪下来 或者复制到低碟底下 OK,然后装驱动 这里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云端上面这个买,有没有 程式码MySQL 那我把它独立出来 因为之前把它混在一起 可能比较容易 就是有一些东西不太详细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就按照步骤 第一步的话把它解到低碟 执行这个 再执行这个 OK,就按照步骤 然后再start把它挤动起来 两个,一个是apache 一个是MySQL 这个apache就是webserver 跟那个之前那个很红 那个没关系 然后MySQL 然后里面的话 再来就是把安全性 所谓安全性就是说 因为你预设是红色的 红色就是表示 任何人都可以没有帐号密码 也可以登录进去 但是太危险 所以要把它变成绿色的 那怎么样变绿色的 等一下这边有一些画面 反正等下我会demo给各位看 再来就可以进到 MySQL的画面 因为我刚刚讲过 MySQL它的管理方式 最早是用文字模式 就是跟DOS一样下指令的 OK,如果你要下指令的话 对一般来说根本太复杂了 所以它有个图形化工具 但是这个图形化工具 是建立在PHPMyAdmin上面 它这个是额外写 它就是利用这个PHPMyAdmin 可以用图形化的工具 管理MySQL 但是这个是在网页上面 不是Windows 所以你要把它执行在Web上面 那怎么去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再建栏位 因为它没有像那个 Asses里面有好用的 快速汇入功能 所以变成这要手动 OK,那你做完之后呢 后面的部分基本上就一样了 差别只是说 那个建立的方式不同而已 OK,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你把它解到第一叠底下 OK,它不要有中文 也不要有什么怪怪的东西 那第一步的话呢 你就什么 找到Setup 这个,点它两下 执行就可以了 好,它会出现这个Press Waits 就是你要等一下 并且出现Have Found 那表示恭喜了 好,那当然 按任意键 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特别注意,你不要没事 又再Run一次 再执行 Sorry Nothing to do 因为你已经Run过了 像之前就有同学 再Run一次 他就出现这个错 我以为奇怪 什么什么状况 我不来而及 后来我发现 要点两下才会是这样子 因为我搞不清楚 所以Have Found就OK了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执行哪一个 这一个 有三个 有执行最下面这一个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照这个 我上面好像有把它圈起来 这个,OK 你把它点 它就执行它了 所以特别注意 你只要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才需要Setup 做完之后就不用了 表示它已经帮你装好了 一些设立 那你接下来 只要执行它就可以了 执行完之后呢 这个Apache是Web 这个网站的伺服器 里面会帮你也加PHP 反正都有 那你把它Start下 不过特别注意 你Start它的时候呢 可能它会跳那个防火墙 应不允许使用的画面 那如果说有的话 那你就要允许 如果没有 那就算了 OK 理论上应该要跳啦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可能 防火墙 它被跳出来了 因为如果你有防火墙 它这个Po 80跟443 就会被挡掉了 OK 那另外Start 这个MySQL 所以基本上这个要 能够跳起来 然后这个Start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防火墙有没有跳起来呢 也没有 还是之前我是有装 如果你们等一下有跳防火墙 你要允许 它是3306的Po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设定安全性 Admin 这个管理 Admin点下去 它会跳这个管理画面 请特别注意 它有很多 当然你点 习惯会点中文 不过我不建议 为什么 因为中文进去之后 还会有乱码 所以反而更麻烦 所以反而更麻烦 我是建议 你干脆点英文算吧 英文里面呢 请你找到Security 安全性 这个 反正就是 Welcome的下两个就对了 Security 这个 点击进来之后 特别要点这个Security 进来之后呢 会出现三个都是红灯 红色的 表示不安全 那你不安全的话呢 请你把它改成安全 怎么改 特别注意 Security进来之后 这个地方有个连结 请你改这个 那点进去之后怎么改 它这边有个MySQL的 什么呢 它的root指的是管理者 特别注意 Superuser就是root 所以帐号就是root 密码的话是多少呢 请你输入1234 1234 你不要练习用1234 以后你自己爱怎么改 就怎么改 OK 又怕说你到时候忘记了 不要乱输入 建议上课就1234就好了 OK 好然后呢 请你按这个Password 有沒有Changing 输入之后 按Changing之后 这个时候的话呢 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第一步完成 如果你back回来 你会发现 重新整理 底下这两个 有没有 是绿灯的 表示安全 但是还有个地方还没改 就是那个sample的伺服器 所以哪边改 其实就是它下面 刚刚改上面 改完之后 请你改下面 可是要改两次 等一下 user 记得也用root 然后呢 password1234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按一个Mac save the sample direction 这个就是 帮它建一个账号 比较安全 不然的话 你如果没有变更的话 任何人也可以进到你的网站 去做修改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把它关闭 再回到security的地方 要变成三个都绿色的 OK 那表示你 这个server已经OK了 而且已经安全了 那再来你要怎么进到 你的MySQL呢 很简单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是进到这里面 对不对 先run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最后是这个 这个就是MySQL了 那这是我们 我们的终点站道了 好 进到里面了 看到一个什么呢 管理画面 帐号是什么 对 root root ok 记得 有没有帐号是什么 不知道 那这样 进不去了 记得是root 反正管理者基本上 没有任何的意外 都是root 就跟那个微软喜欢用另外 叫admitrator 很长一串 很多人打光打这些都打不出来 那它比较简单 root 然后密码的话呢 1234 那是 建议就是不要用别的 要不然你倒要忘记 是进不来 好 最后这个看你要不要儲存 如果你只是练习 你就儲存 如果你可能会跟别人共用 那你就一律不要 ok 我给它儲存一下 恭喜你 买seql 已经被开起来 而且呢 已经run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 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建栏位 后面的话呢 就可以跟 这个 eql eql 做通讯 ok 那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 所以大概没有几分钟 我们的server 就架设起来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动作做对 基本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前提是要做对 做错一点点都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要小心一点点 尽可能的也许照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的那个画面 去做 另外 当然我刚刚做的动作也有把它录下来 所以回去 或者你也可以参考云端 那个部落格上面的 那个php 买seql的教学 我也是 建议 反正你多学一个技能 将来你在 发展上面应该会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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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潜力 OK 现在其实真的 职场上真的就 好像老板要的 真的是 这十八班五一好像什么都要回 OK 好 试试看